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9月27日阻止的一项将把债务上限暂停到2022年12月,并让政府在9月30日之前继续运转的法案。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表决后表示,共和党人将让美国有史以来首次违约。 这是他在参议院见过的最不顾后果,是最不负责任的投票之一。 舒默在最后一刻改成了投反对票,这就让他可以在晚些时候再次召集表决该法案。 立法者也只有三天的时间来避免在本财政年度结束的星期四午夜之前可能出现的政府关门。 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数十万联邦工作人员在公共卫生危机中休假。 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28日警告,联邦政府可能在10月18日左右耗尽资金。 联邦基督局DEA9月27日发布公共安全警报提醒民众, 一些含有芬太尼和甲基本饼胺及冰毒的甲出方药在市场出现, 致死率和供应量都惊人地增加。 今年迄今查获的假药超过950万例,比过去两年总和还多。 DEA的实验室测试显示,一些含有至少2毫克芬太尼的假药数量急剧增加, 而这被认为已经是致死的剂量,该剂量小到可以放在铅笔尖上。 这些假药由犯罪毒品网络非法制造,外形看起来像真正的处方阿片类药物。 而这些假处方药随处可见,并且经常在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平台上出售。 任何拥有智能手机的人都可能获得,包括未成年人。 此次公告是DEA6年来第一次发布公共安全警报, 因为全美的假药激增速度前所未有,该局希望提高公众认识。 加州州长纽森的办公室表示, 纽森在9月28日签署了一项法案, 扩大和精简经济试用房的生产, 加强地方政府的问责制,推进公平的住房政策。 这是加州应对住房危机的全面战略的一部分。 纽森指出,他将31项住房法案中的27项签署为法律, 总额达220亿美元。 其中一个项目将提供8.4万套保障新住房, 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就在他签署的同时,加州范围内的暂停驱逐令将于10月1日结束, 未付租金的租户只有提前向州政府申请了援助, 才能免受驱逐。 因卡车司机短缺导致物流运输困难, 从而引发供应链危机等问题, 英国已有数千家加油站因燃油受空而被迫关闭, 而民众仍然在各大城市加油站排队购买燃油。 英国汽油零售商协会9月27日称, 其近5500家独立网点中的约三分之二已受空燃油, 其余网点部分见底也将很快耗尽。 为应对困局,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暂时终止石油公司之间的竞争法, 为外国卡车司机提供临时工作签证, 鼓励所有位在工作的卡车司机访工等。 此外,英国政府27日表示, 以命令军队进入待命状态, 同时将培训一批军用油贯车司机, 以便在必要时将燃油运速到最需要的地方。 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指出, 实施国家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 完善游戏产品分类、内容审核、时长限制等措施, 加强对企业、网络平台等吸纳儿童参与广告拍摄、 网络直播等监督管理等。 此外,还将加强儿童食品安全监管, 完善儿童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落实学校、幼儿园、托育机构食品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消除儿童集体用餐各环节食品安全隐患, 加强校内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 儿童钢要还提出了预防和控制针对儿童的暴力伤害, 和加强对学生欺凌的综合治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真相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